北洋水师大堂 李鸿章亲临 按照李鸿章的话说 北洋水师是我李鸿章的命根子 北洋水师的精神面貌 军容军纪和战斗素养 直接关乎李鸿章的地位和影响 昨晚 刚刚教育了北洋统帅丁汝昌 今天 李鸿章还要用 自认为不足围棋的手段 敲打 震慑 奖赏 激励一下水师将领们 关于李鸿章出场 所穿的特殊服饰 我们需要特别说明一下 这件服饰名为戴素雕挂 按照清朝制度要求 公 侯志文三品 五二品官员于冬季可着雕挂 但戴素雕挂则需皇帝 明赏穿才可使用 晚清时期 能够身着戴素雕挂成为莫大的荣耀 有资格穿这件衣服的官员 都非等闲之辈 大堂上 李鸿章先拿出了一个 满是破洞的北洋旗舰定远号模型 向将领们招视日本的狼子野心 表示人家已经将定远号 这艘亚洲第一巨舰 视为了心腹大患 恨之入骨 李鸿章话音刚落 定远号管带刘不禅 突然炸了出来 能让倭寇如此仇恨 乃是我定远的光荣 不禅但请朝廷和中唐大人放心 躺国家有事 只待中唐大人一声令下 不禅将帅定远全剑将士 立即出动 驰骋海江 杀敌立功 只是 李鸿章并没有被刘不禅的 豪言壮语感动 反倒极为生气地 给了一句这样的回复 用什么杀敌 用你这杆鸦片枪呢 未能充分领导的真实意图 就抢先发言 刘不禅就已经犯了大忌 再加上他昨晚于箭上抽大烟的行为 已经被李鸿章得知 刘不禅此时的发言 几乎等于自己打了自己的脸 所以 领导提及 你该管部门或者职能范围内的 具体事务时 千万别强化 更别急着表明态度 因为你不知道领导的转折点在哪 更不清楚领导到底 是想把你当成负面典型 还是进步榜样 很明显 刘不禅的这段话 立马点燃了李鸿章的愤怒 如果不是另一个倒霉鬼 方伯迁及时赶到 刘不禅恐怖会立马被当成典型人物 被疯狂批斗 较之刘不禅 纪远昊管带方伯迁的罪过更为严重 善离职守 点名不到 暗律当战 就连丁鲁昌的语气中稍有迟疑 李鸿章也立马不满地大声喊道 这是什么 当战则战 到底是昔日的怀军统帅 到底是经历了几十年的戎马生涯 李鸿章的这一声大贺 镇住了所有人 更镇住了堂下跪着的方伯迁 然后 李鸿章开始进入正题 朝野议论说我袒护北洋 你们就当真了 就不把朝廷法度和国家大事放在眼里了 就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 外界议论 我不拒他 可你们任意胡来 导成了我的心腹打患 若不严惩 误我名声是小 误了国家是大 很明显 李鸿章要立威了 要给北洋将领们立规矩了 于军中立威 定规矩的最好办法是什么 杀人 于是 李鸿章将自己的同乡旧部 心腹将领 黄瑞兰搬了出来 甚至还将黄瑞兰敢于贪污的理由 予以了直接说明 他依仗着什么呢 不就是依仗着 他是十四岁就投靠了怀军 跟着我离某人刀头填血闯出来的人吗 他想着别人不敢拿他怎么办 我也不会拿他怎么办 可是他就忘了朝廷的法度 要拿他严办 杀人立威固然重要 但杀的这个人一定要满足两个条件 一 具有代表性 能够让人立马联想到自己 二 具备震慑力 能够真正的警示后来者 北洋水师多为怀军旧部 或者安徽同乡 黄瑞兰就是这类人的典型代表 根据剧情说明 黄瑞兰曾对李鸿章有着救命之恩 而且还曾得到过李鸿章日后并不相赋的承诺 如果连这样的救不心腹 安徽同乡兼救命恩人都能说杀就杀 才能真正的警示后来者 当然 这只是电视剧的剧情演绎 黄瑞兰贪腐于历史上确实存在 他和李鸿章之间的关系也确实如剧情演绎 只不过李鸿章对黄瑞兰的处置办法 就有点拿不出手了 根据史料记载 黄瑞兰贪腐一度导致吕顺港工程停工 朝廷命令李鸿章严查严办 但剧中大意凌然 大意灭亲的李鸿章却仅仅给了一个免职处理 事后 在李鸿章给朝廷汇报的奏折中 有着这样一句 虽无实在劣迹可止 但其人举动任性 败是糊涂 文武将力皆不愿与之共事 贪腐如此 也较无实在劣迹可止 历史事实 也能如此演绎和美化 只不过历史本就如此 任人打扮 引人深思 从历史中抽离 我们再回到走向共和中 黄瑞兰被军前正法后 李鸿章转向贵子的方不间 打喝一声 还留他在这里坐肾 拖出去 黄瑞兰这等亲信救部都被一刀砍了 谁还敢为方伯谦求情 这就是李鸿章想要的震慑 警示效果 除此之外 李鸿章还要完成 昨晚对丁汝昌老夫给你撑腰的承诺 见没人回应自己的命令 李鸿章直接转向丁汝昌 大喊一声 丁汝昌立马下跪 说道 总堂大人 末将替方伯谦求情了 注意 丁汝昌的这句求情 并未引起其他将领的共鸣 甚至连当事人方伯谦都没点反应 这就说明其他人尚未领情 说明效果尚未达到 李鸿章还不能答应 于是 李鸿章拒绝了丁汝昌的求情 继续表明自己的态度 此不长兵 亦不长才 你这般婆婆妈妈 怎么统领这虎狼之事 丁汝昌继续求情 中堂 非是末将心软 我北洋海军自创建以来 未经一役 便辙大将 于君不利 且方伯谦是刘过阳的管带 杀了他 一时间还无人接替 如果上一句求情 尚有作作嫌疑 但这句求情有理有据 才是正儿八经的求情态度 才能最大程度上 引起其他人的共鸣 毕竟性命攸关 方伯谦一听丁汝昌这句话 也赶紧要求其他将领 为自己求情 一片求情声中 丁汝昌爱护手下将领的 正面形象彻底树立 君中威信大幅度提升 只是 这还不是李鸿章想要的效果 如果此时赦免了方伯谦 到底是给了丁汝昌面子 还是给了在场将领面子 所以 李鸿章还是不能答应 我若是不远呢 丁汝昌再来一句 终是汝昌统军不利 要治罪 请先治汝昌治罪 好了 这句话既没有了其他声音的干扰 又表现了丁汝昌的勇于担当 李鸿章可以松口了 我今日设了你 一是丁军门和众位将军力保 二呢 也是我不忍杀你 并非因你是我北洋嫡系 若论亲信 你比黄瑞兰差远了 我不忍杀你 我是魏国西财啊 注意李鸿章的语言艺术 虽然谁都知道 李鸿章这是给了丁汝昌面子 但为了照顾其他人的感受 李鸿章还是强调了 这是丁汝昌和诸位将军的共同力保 有些事 能够议会就行 不必言传 同时 赦免方伯谦必然会引起负面效应 甚至会让其他将领顿失忌惮之心 所以 李鸿章才强调了赦免方伯谦的原因 是因为魏国西财而非嫡系亲信 如此 方能扼杀其他嫡系 亲信的侥幸心理 如此 方能真正达到警示后来者的目的 赏发有度是树立权威的基本保障 现在 杀人立威 设人是恩业已完成 然后 自然要进入树立正面典型 激励部署的流程 这个正面典型 李鸿章选择了志远昊管带 清末杰出爱国将领 民族英雄 邓世昌 昨夜老夫深夜巡查刘宫岛 所有军舰皆有人擅自上岸 唯独志远号令森严 无意人擅自上岸 注意 这句话以后 李鸿章点了一斗烟 初看走向共和 并不觉得这个细节有何特殊之处 甚至觉得如此严谨的历史巨制 怎会有这般多余的镜头 直到在工作中遇到了类似场景 才明白李鸿章的这抖烟到底何用 一 缓和当前紧张的语言环境 完美实现话题转变的平稳着落 将在场的将领们 从刚才的震慑中拉出来 以便能够深入领会 李鸿章接下来的激励目的 二 李鸿章再是大致尽腰 也终归是正常人类 无法实现情绪的瞬间变换 从刚刚的杀人力为到现在的奖赏激励 话题跨度之大 情绪变化之大 必须用充足的时间差予以缓冲 冷场太过尴尬 所以李鸿章便选择了点烟 抽烟的方式来稳定自己的情绪 情绪稳定了 话题转变了 注意力也被拉回了 李鸿章继续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身作表率 号令森严 而且据老夫所知 他是传儒家 从来如此 但是他真正的广东老家 却在半个月前毁于一场飓风 妻儿老母都棲居在临时搭起的板棚之中 正面典范的选择更要强调代表性 军队统帅就是讲究个以身作则 号令森严 邓士昌的表现正是李鸿章 对北洋将领们的具体要求 只是忠孝不能两全 有国就只能无家 邓士昌能有如此表现 就必须付出相应代价 这同样也是其他将领所担忧的 所谓激励 除了口头表扬 物资激励外 最为有效的方式便是省去后顾之忧 我们来看李鸿章的具体操作 我已派人尽快为你修缮房屋 妥善安排你的家人 记得建党伟业中刘德华饰演的 蔡厄将军有这样一句台词 奈何七室身躯 以许国 在南许清 省去了后顾之忧 省去了心中牵挂 才能让这些北洋将领们 义无反顾地奔赴前线 乘风破浪 才能让邓士昌发出有种感叹 中堂大恩 不敢言报 从今以后 我邓士昌更是有国无家 好了 李鸿章杀有过 将有功的基本任务完成了 可最开始出现的刘不禅还没处理呢 更何况 诸如刘不禅这类论过 不足以杀 不管 还真不行的将领们 还是北洋舰队的中坚力量 正在主导整个北洋舰队 所以 李鸿章的工作还没有完成 他还得继续 对付这类人 李鸿章选择了小制以礼 动制疫情 看你们站在这里的二十余位将军 正当盛年 一个个英气逼人 才华盖世 令老夫不胜羡慕 想当年 你们作为大清的第一批年轻的水师军官 流血欧洲 回国后 是老夫把你们禁收北洋 成为北洋各舰的舰长 偌大的中国 只有你们二十余人能担任舰长啊 说你们是人中之凤 民族精英 应该毫不为过呀 难道就能成为你们醉生梦死 盈盈狗狗的本钱吗 敲黑板 话重点 人中之凤 民族精英尚且不能成为醉生梦死 盈盈狗狗的本钱 类似你我寻常诸君 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 不奋发呢 高中学子 尚有乡下土株 要拱城市白菜的励志梦 李鸿章需要点醒的 并非刘不禅一人 更是现今的你我 好了 小制以礼结束了 该到了动之以情的阶段 这个阶段 李鸿章点名批评了绝顶聪明 但却没用对地方的方驳签 然后将激励目标 直接对准了裁明石远 饶友干略却心有不甘 解鸦片麻醉自己的刘不禅 李鸿章将那杆烟枪 和满是破洞的定远号模型 交给刘不禅 说的 我今日也不多说你 更不罚你 这两件雾石你都拿去 你就躺在烟榻上 吞云吐雾 等着日本人去击沉 你的定远剑吧 所谓祥古不用中锤 刘不禅本就有着 一点就破的智慧 本就不需多言 这两家雾剑 足以修杀刘不禅 刘不禅本是极有血性之人 李鸿章这样一击 比杀他的头还难受 哽咽的 不禅今日就将这模型 拿去定在床头 让自己时时警醒 不禅身上 担着北洋命运 国家安危 自此刻起 不禅是将竭尽心力 操练兵士 我心尝胆 忠贞报国 堂上众将 一早已被激励的热血沸腾 齐刷刷跪道 同声道 我心尝胆 忠贞报国 杀 射 将 鸡 仅用四个人 李鸿章就重制了 北洋雄风 如果 这段剧情真是发生于历史上 该有多好 如果 历史上的李鸿章 真就这般模样 该有多好 好